在家里养月季啊 只要你记住这条修剪狗穴 不管你养哪种月季 都能长势旺盛 猪形饱满 开花多 今天我就免费的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避免这条视频找不到了 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保留外面的枝条 把里面的枝条剪掉 找到芒芽 芒枝 弱枝 通通给它剪掉 保留粗壮的枝条 剪掉细弱的枝条 把病枝 病叶 全部清理干净 修剪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晴天 不要选择阴天 冬季需要种剪 夏天 适当的剪残花 其他时间可以适当的清剪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 多做一步 就能让它吸芽更多 开花更多 那就是给它补肥 用这个月季中用肥 20天左右 给它撒一次 它还有月季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 平时只要浇浇水 就能满足月季生长 不烧根 不烧苗 还能改良土壤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你的月季 芯芽长了不少 到了开花 就会开花更多 超级 适合 适合